日本为何侵略成瘾?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,日本在历史上还入侵过不少国家,连美国它都敢染指,还发动了珍珠港之战。日本为何对外入侵成瘾呢?其实跟日本古代一个女人有关,她就是神宫皇后。 根据日本书记中的记载,神宫皇后是日本皇族的庞之后裔,成大后嫁给仲哀天皇,或许她千生克服,嫁过来后不到三个月,仲哀天皇就死了。 死因至今成谜,当时仲哀天皇没有儿子,她一死皇位就空缺了,于是,神宫皇后当政把持朝政,虽然她没有称帝,但却掌控了整个日本朝廷,类似于汉朝的吕制,清朝的慈禧。 然而神宫皇后把持朝政不久,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神宫皇后的孩子应该是重乱先皇的。 神宫皇后虽然怀孕了,但她不舍得放弃手下的权利,而且还打算对外用兵,扩张日本的领土,她把第一枪打向朝鲜半岛。 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,极高距离,百计,新罗三族顶地,内部不团结。 神宫皇后觉得朝鲜半岛正在分裂,此时进攻是最好的,可大臣都劝她以身体为主,毕竟她还怀着皇室的血脉。 可神宫皇后表示不要紧,一个孩子流产就流产了,但朝鲜半岛分裂时期一过。 就没机会再打了,大臣无奈只能有着她。 为了激励士兵,神宫皇后不顾身怀六甲,她要亲自上战场捅军。 当时她怀运已经有六个多月了,但为了日本能开疆破土,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士兵们看到神宫皇后顶着龙起的肚子,仍旧亲临战场,一个个感动得不行,发誓要为皇后效忠,就算死也担心。 神宫皇后不惜用自己怀孕的身体跟士兵洗脑,最终士兵们个个如恶火一样,战斗力爆棚,朝鲜半岛不堪一击,很快急投降了。 也算神宫皇后运气好,这样折腾竟然没流传,朝鲜半岛投降后,她生下一个儿子,及后来的英神天皇,首次出手就获胜。 神宫皇后气心大增,刚生完儿子不到十天,她有计划入侵别国,这次她竟然把目光瞄到中国,当时中国也处于三国时期,位属乌三国鼎立。 可见神宫皇后是专门选别人分裂的时候动手啊,这次神宫皇后仍旧愈驾亲征,然而她刚来到中国边界,她见识了曹魏政权的强大。 反正,瞬间被吓傻了,不敢再前进一步,当时正是卫明帝曹瑞执政,神宫皇后无奈之下,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路转弯,打都还没打,她直接向卫明帝投降了。 卫明帝见神宫皇后主动臣服,还封她为亲为国王,并赐了一块玉玺给她带回日本,尽管这次神宫皇后杀鱼而归,但并不代表她的野心没了。 相反,她一直教育儿子要乳,亲他国扩张自己的地盘,儿子也被她带坏完了。 公元269年,神宫皇后去世,中年99岁,她统治了日本69年,曾对外发动过十多次战役,她临死前仍把入侵她国,当作开疆拓土的信条,并要求儿子应神天皇遵守,时代传承下去。 就这样,在神宫皇后的一致下,日本全国上下都被灌输了错误的理念,他们觉得想要使自己强大,只能主动入侵她国,抢地盘抢资源,于是才有后来的一系列事情。 可见神宫皇后罪过当真不小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